百年新都庙骚乱事件持续发酵 内政部长丹斯李慕尤丁今天揭露 发展商的代表律师聘用打手 以15万令吉召集了50人 协助接管和拆除庙宇 结果妙城暴力冲突 新都庙骚乱一爆发 发展商湾西迪立马发文澄清 和骚乱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过这番言辞如今被内政部长慕尤丁推翻了 慕尤丁今天在部城召开记者会 揭露发展商的代表律师 拼用一批无疑男子充当打手 协助接管参妙 结果新都庙一届无疑闯入庙宇 神经线立即被挑起 双发尸体冲突一触即发 吴又丁指出法庭2014年3月11日才决 这座庙宇搬到新地点而原指归发展商所有 不过反对班线的新督徒拒绝尊崇 发展商多次尝试接管妙与不果 最终计划在11月26日再次会晤妙方 并知会警方前去协助维持秩序 不料发展商的律师却事先拼紧打手 至于律师是擅作主张 还是依照发展商的指示 部长认为发展商脱离不了关系 这次事件纯属发展商和面放的纠纷 无关种族冲突 通常的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福斯也透露 警方早前逮捕的21人当中 就包括两名涉案的律师 尽管如此 发展商湾西迪在将近五点发文告 否认雇佣或委托他人拼叫流氓闹事 他们指示指示现场人员 在警员看管下提供物流支援 协助班线庙宇 对 journalism 在警官员看管下提供物流支援 太阳了看了 过了